抗议人力不足 工时过长 火车驾驶员发起了减速行动 向台铁抗议 台铁今天和工会员工 还有驾驶人联姻会达成了共识 在台铁局承诺会全力处理 凭遭到安全措施 和人力补充之下 司机会全力配合过年期间的运输 所以不会影响大家返乡过年 过年剩不到几天 车站有些买票人潮 台铁宣布 今年过年期间加开800多班次 加强输运 不过这样子却苦了司机先生 台铁驾驶工时过长 却只能周休一日 晚班接早班 日夜颠倒成常态 评价到死伤事故平传 加上台铁驾驶编制不足 高达289名驾驶人力缺口 让超时工作雪上加霜 乘客的安危让民众担心 就是会很危险啊 结果他如果打瞌睡或什么的 我应该也很危险 好像驾驶人员这部分 是不是也是不够 所以他没办法去轮替他们的班次 所以说如果当驾驶人员也多的话 他的班次就可以加开更多 火车驾驶人联议会发起平交道代速行驶 抗议过劳 造成至少45分钟以上的污点 而这也终于引起相关单位的重视 今天上午台铁人员出面 表示达成共识 过年书运将一切正常 台铁局跟我们工会共同讨论以后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已经达成了某个程度的了解 跟这个沟通 那么春运台铁一定保证 这个所有的行车呢 这个正常 所有的火灵会的干部也好 工会的数据也好 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 台铁承诺将增加人力需求1318人 今年优先增补132人 并着手改善 比较到交通问题 虽然过年期间的输赢危机暂时解除 但过去台铁层创下90万人次酝酿的历史记录 不符合人性的加班制度 以及语见不鲜的交通意外问题 若是无法获得解决 恐怕怠速抗议风波 仍可能再起 新台电视胡宗瀚 陈如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